今日有网友筛出一丝正爽推圈录音文字版 音频中正爽坦言 我知道很多时候会让人尴尬 但不是故意的 可能我真的没有什么演技 只是幸运吧 我今天不希望别人跟我说加油 真的我觉得自己挺普通的 但是一些成功的影视作品让我被大家认识 不管怎么样 感谢这么多年所有一起拍摄过影视剧的小伙伴们 19日因代孕而陷入舆论风暴的正爽 曝光于北京卫视 录制综艺节目夸记喜剧王 录节目录透照曝光 从现场图看 正爽似乎没有受到很大影响 有网友透露 当天正爽身边录了一个退圈声明 最后说了一句 这是最后一次在大荧幕见到大家就走了 20日有媒体拍到正爽风波后现身机场 视频中正爽单手插兜 埋头挤走 由航屋人员送上车 此前19日正爽先生北京录节目 离开时被狗歹当面问及 正爽老师您是真的决定亲养了吗 面对提问正爽工作人员直接拍镜头 正爽前程一言不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